新竹市磐石中学的春徽社学生们聚集在校门口 他们手上拿着各式反读标语跟募集箱 准备到火车站募集发票 除了推广反读以外 也要将爱心发票送到创世基金会 为植物人尽一份心力 今天会谈感谢磐石中学的学生参加缓读 以及帮创世基金会募集发票 创世基金会的发票现在下降了四成左右 非常地感谢他们在这样子的天气 也不辞心脑地为我们做这个发票的募集 磐石中学校长陈芳继指出 校方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 对于公益活动更是不遗余力 每年度的创世基金会参访 让学生发现生命与健康的可贵 而远离毒品的危害也是保护他人 与保护自己的方法之一 社会上的不管是弱势或者是有需要的人 很多时候需要我们更主动地去陪伴他们 或者是为他们做一些更积极的事情 我们在日常的教导当中跟学生的教学当中 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培养出来这样的精神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非常谢谢创世基金会 可以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合作 来去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长期照顾植物人的创世基金会 院内经费来源除了民众慷慨解囊以外 统一发票是另外一项重要来源 但电子发票的推行 让创世基金会募集道德发票数量越来越少 学生也因此想要发挥爱心 帮助植物人一把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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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